19世纪下半夜 俄罗斯学院派画家中最有天赋的就是谢梅拉斯丁 他是很多以历史和福音书为题材的作品的作者 画家尤其对描绘节日狂热的舞蹈感兴趣 在类似的主题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收藏在特里加科夫画廊里的群健之舞 富饶的南方 大海 浓密的绿音 耀眼的阳光 一位赤柳的女性正在跳舞 周围的人都全身贯重的凝视着 这个和任何仪式都不相像的舞蹈 境遇于他非比寻常的魅力 阳光照射下来形成一片移动的阴影 这一鲜艳的颜色点燃了自然的色彩 实际上谢梅拉斯丁对于真正的古罗马和希腊文化并不感兴趣 他只是用古希腊和罗马作为明亮的布景 创造美好的演出场面